哈喽大伙的逼,虽然今天节目内咱们见过各种大风大浪,但是老铁们请你们相信我,这次是传新版本,只需三分钟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觉,节目这几次发现直接粉碎达尔文计划论,因为计划论里边他根本就没提人类的优质基因凤凰男和小公主啊,怎么最近呢有个韩剧听我叫超异能主啊,是讲超能力的,但说实话也就涂一乐,真看超能力还得看咱们凤凰男和小公主, 他们俩呢都是真实伤害不玩特效,第一位凤凰男的超能力涅槃重生,这哥们儿自称在国企,在本市有一套房子,写的父母名,据他说他想找一个比较独立的女性,注意啊这里是个考点,未来还要买一套房子,名字还是希望写的爸妈的名字,然后以后呢希望结婚的女方就在家照顾父母跟孩子,还有一点啊他几次的重神,说以后就家里财政方面呢要他自己管,理由是他大学时候学的是财务方面,我只能说他这个剧本还是 这哥们儿前脚说要找一个独立的女性,后脚说希望女性结婚以后呢辞职在家,啊我懂了,咱这个努力是不是说啊,要会在家独自一个人,学会自立呢,你已经是一个大人了,除了在家要操辞交部以后呢,要学会赚点外快,然后呢赚了你还要上交,知天意逆天难,哥们用三句话就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 堪称是马其诺防线中亮丽的风景线,吊包了呀,凤凰哥话虽如此,但是人家还是很贴心的带礼物,但是不白送啊,讲究一个兵法,虚实结合,凤凰哥表示我要先看一眼园,如果合我眼园我就送了,不入我的法眼,那么I'm sorry,这个礼物呢,就当没有存在过,薛丁鹅的礼物了,具体的方法是我们凤凰哥先装作是送外卖的,到女方的工作地点啊,送外卖,趁机呢看一眼女方,说干就干,那过程呢没啥曲折, 结果就是看完以后凤凰哥不太满意,表示礼物呢,也就不想送了,但是可以见面再聊一聊,他俩就留的,留的留的呢,我们凤凰哥主打一个干烙,零投资高回报 这哥们是非常善于给自己挖坑的,因为热,所以呢他们就到有空调的商场里面溜达,这溜达一下子又正好到饭点了,他又不想在商场吃,所以又绕了个弯出来了,但是这一招他正好是对应了DOTA2里面凤凰的一技能,凤凰和冲击能够直接绕一个大厨再回来,同时他还附带灼烧的技能,给我们女方热的直壶要喝水,在外面呢,找了一个小摊一坐下来,一聊之后不得了,凤凰哥发现,因为女方 是开美容院的,自己有房子,地段呢还非常好,赚的呢比他多多了,不给你多BB,直接开大,凤凰涅槃重获新生,正是因为重获新生了,所以说呢对这个女方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对不对 比如说在我经济方面的话,应该不会对我造成什么压力,所以说我觉得他还是挺好的,其实我觉得他确实还挺不错的,通过自己努力,有公司还有自己的房子,还是对他有了一定的好感 刚才隐藏的小礼物呢,这回也掏出来了,殊不知他有大,人家也有大呀,我们女方呢,是复仇之魂,是不是,直接复仇 一个大,移行换位,位置调换,直言这货不适合自己,礼物退还,消洒离开 凤凰哥之后,我们再看本期女嘉宾小公主,这小公主可不是我给人起外号,是人家公主自成的 因为女生的话,只要你自己娇气一点,自己有公主,并活得像一个公主一样,才会有人爱你嘛 公主请上车,公主请用善,公主请放屁,公主屁 真行啊,前几天啊,我在看这公主请上车这个段子哈,我以为这就是个段子 原来我们公主命运此轮的脚蹬的,第一脚是你给踹的啊 你看,同人不同命,王子就是这个下场 所以我们公主说,很多人啊,她有公主病,但是她没公主命啊,我就不一样 我觉得女生的话,其实都应该有公主病的吧 而且有很多有公主病的呢,她们都没有公主的命 但是我就是有那种,一,我有公主病,但是二,我是有着公主命的那种 我可以愿意作啊,我可以愿意的开心这种 公主殿下,既然你已经亮出了身份 那我们这边也不能完全没有表示 我们这边选出了俊明王子向你求婚 那殿下,你将如何应对呢 你是负二,我是负五,我们家在一起就是夫妻 请放下你的羞涩,速速与我结婚 我爱你,么么哒 主持人听了我们公主的话,也有自己的小疑问 咱就是说,您随意的做,是不是会劝对一些对你比较有一些好感的男士呢 公主表示,我不做,你怎么证明你爱我 我这是给你机会,吃多少金盐,走破多少双鞋,你都误不出这道理啊 年轻人学去吧,全是知识 你想嘛,不管是谈恋爱啊,还是交朋友啊 如果说,嗯,你很作,但是别人还喜欢你,别人还喜欢跟你在一起 那他肯定就是真的爱你啊 真爱啊 哦,对,如果作一下就随意走了 那我觉得不跟他交朋友,不跟他耍朋友也罢 公主表示,我的开场不可能跟烦人一样 咱就是说,这节目叫烦人游喜 公主你还真是上出了节目 这期约你,咱直接改名啊,叫公主有约 公主说,我在男嘉宾出场的时候,要在我身后大喊 嘿,你是我的小公主吗 嘿,你是我的小公主吗 男方呢,叫大可 大可呀,你大可不必 他俩一见面呢,对双方长相还是比较满意的 大可还接一份插针,送出一个小玩偶 但是公主表示,你这个玩偶颜色不太行 我还是比较喜欢粉红色的芭比娃娃 之后呢,公主呢,对着电视台表示了啊 说,其实刚才男嘉宾的行为还是很温暖的 但是我不能一上来就表示我满意 我要有我自己的钦慈 这俩人刚坐上呢,我们公主就表示 我坐着半天了,怎么一杯喝的都没给我点呢 大可一秒钟就站起来,陪不是说 哎呀,我的俗虎,赶紧买了野料 买完之后呢,公主说 怎么冰的呀,你买之前都不问我一下 我今天不能喝冰的 大可再次的秒站起来说 哎,我的我的,不好意思啊 赶紧又去买了热饮 我现在这次算过过了没 殊不知,我们公主不愧是公主 她太会了 哎呦,是冰的呀 哎,冰的不合口吗 但你买之前也不会提前问我吗 我们今天肚子不舒服 根本就没有办法喝冰的 哎,对不起,对不起 那我再去买一杯 这件事也要我了 因为最开始我也没有问她是喝什么东西 所以就非常善做主张的 然后就自己去买了一杯凉的 这样事情呢 我觉得还是以后应该多多考虑一下她的感受吧 小心烫啊 这什么啊 咖啡 怎么样 这个咖啡的味道 应该不是特别贵吧 可是一般如果要喝咖啡的话 应该要去一些比较好的门店呀 可能基于女嘉宾 然后她本身的一个消费水准 然后都是比较高档比较高的层次的 所以就是在这方面 我可能是没跟到女嘉宾 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默契度吧 然后我觉得以后 我是还是可以去做一下改变的 不是三形五身的 跟小公主待三分钟 你就能达到这个境界 那可真是不得了 饮品风光还没过去 公主的考验又来了 说要给他三次机会 在众多的甜品中 要选中他喜欢的三个甜品 选中就加分 选不中呢就减分 要我说 这路边算命的整个牌 什么不用说一句话 就猜出你的兴 完全可以借鉴一下这个题目啊 他太难了呀 大哥买的时候呢 也没说别的 就是说买多了他吃不下容易浪费 然后我们小公主呢 看完他选了以后直言 他选的都是错的 而且选的这些玩意呢 看起来价格也比较便宜 不符合他这个身份的 吃完之后 因为离大哥家住的地方很近 说要去他家看看 但是出门以后呢 公主表示他要坐车 公主要上车 他不想走 大哥说就几步道 走路就三五分钟 咱别打车行 要不然你背我也行 反正我今天我不想坐车 那那好嘛 我觉得我这样挺好的呀 因为只有爱作的女孩 其实才会有人爱嘛 你越不作的话 越懂事的话 别人就不会去疼你了呀 来吧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走啊 我今天穿了裙子啊 你怎么背我嘛 而且那么不方便 我不管我就是不想走 后来那公主二话不说 自己打车走了 打车打车呗 你就打车自己走 你把那大可留在风中凌乱 过程呢不太重要 结果很扎心 到了大可参加呢 在那挑挑截半天呐 大可在那游一来游一去的 最后再三考虑觉得 公主啊 人呐其实还是可以的 然后俩人就牵手成功了 公主请上车 驸马请抬轿 祝阿人摆头鞋了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感谢了我们收看 本期游戏我们下期再见